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那隨著夏天的腳步越來越近 天氣真的越來越熱 那有些人可能要做一些DIY的自製冷氣 那事實上這幾年來 我也做了不下數款的自製冷氣 那我使用的結果 唯有這個水連扇才是真正可行 因為那些冰塊式的 你一定要先做冰塊 那挖東牆補西角 而且你也沒有那麼大的冰箱 去做非常多的冰塊 那唯有這個水連扇才是真正可以節省能源 而且每天使用的 那至於水連扇要怎麼做 那各位可以看以下的影片 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目前我這個製作完成的情形 那我先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拆下來的這個 菜瓜布的這個散熱器 那我暫時就把它放到一邊去了 那在我右手邊這邊 這個就是水連扇 那這個水連扇的話 這個寬度 這寬度的話 寬度是45公分 然後這個垂直向 這個高度的話 高度是120公分 那這個厚度是15公分 這個規格 跟市面上那個大型的這個水連扇 差不多 有都是絕對有過之不及的 因為水連扇的一個最中二元件 就是這一個水連片 水連片 我把它裝好以後 發覺這個水連片的效果真的是不錯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都會有一個潮濕的現象 它的這個導水性非常的好 那這個還沒有封起來 這個完成的時候 這邊還要再補上這個塑膠片 這個要密封起來 包括這個上方也要密封起來 我們是為了給各位方便 這個看到內部 所以我們暫時還沒封 就是這個都要封起來 那其實這個東西也是有一些重點 就是說 你這個風扇 一定要採取這個抽風的方式 要採取抽風的方式 你絕對不要用吹的方式 因為抽風的話 它比較不會有一些亂流產生 你風如果吹那個水連片的時候 你沒有碰到這邊阻力會產生亂流 那你又吸的話 就沒有這個風撞到頁面的問題 那不過你吸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這個不要露出很多的一個空隙就對了 你又露出很多空隙的時候 這個進到這個電扇的一個空隙 所以可能是從外側 並沒有進到水連片 那它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較細部的結構 同樣的我這個水裡面 就是擺了一顆28瓦的沉水馬達 這個流量一個小時可以有1400公升 那打水的高度可以打到2米 所以我們用這顆馬達 來對這個水連扇做一個滴水的動作 我們是透過這個 這個小黑管 用快速接頭把它接上來 那在這邊我們做一個直角 做一個直角 因為將來我們側面要封嘛 所以我們都避免這邊有不便 所以我們做個直角 然後在這邊 這個淋水管 這個 這個都是打雙孔的淋水管 讓這個水可以滴落在 我們這個水連片的上方 那只要你滴下去以後 它會自動滲透到沒有滴到的地方 所以也不用太在意說要滴得多平均 因為水的話它有一個 有一個毛細現象 可以把這個濕度做一個平均的一個分散這樣子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 我這一個 這個水連扇的規格算蠻強的 這個應該也可以說是工廠等級在用的 那如果用在辦公室或是住家 絕對綽綽有餘 因為它厚度夠厚 然後高度夠高 那當初為什麼我會設計這個 這個120公分 就是說 我是依據一般這個廠房 但是它的這個窗戶的尺寸 來定做這個水連片的 那不過 不過由於我們這個水連片 這個高度很高 所以你可以裝兩個風扇 目前這個抽風扇 是比較裝在中心點嘛 事實上就是說 上下各裝一個 那風力更強 那個效果更好 那像我目前就站在這個 正前方 那個吹過來的這個 這個水氣啊 空氣 就覺得還蠻涼爽的 好 好 那剛才我們有講嗎 這個 這個淋水管從上面這樣 一直淋嘛 那空氣就一直經過 然後多餘的水分呢 它就 滴到下方來嘛 那這樣就是 不斷的循環 好 那 那這個架子 我們都採用這個 立體三通啦 還有四分 四分水管做的 這個都立體三通 下方四個立體 下方的話 這是四通 因為我們有裝一個 一個腳上來 那 上來的四個角落 就是立體三通 也就是說立體三通 四個 立體四通 也是四個 就是這麼簡單 那其餘的話 就是四分塑膠管 像這種架子 呃 承受的硬力不大 你大概用薄的 四分塑膠管就夠了 那當然 當然 最重要的 你也要有一個 合適的箱子 那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 蠻耐用的一個 一個 黑箱子 就是一個整理箱 它下面還有帶輪子 可以 可以做移動 那目前這一款箱子 我用了很多年 我覺得 這一款箱子的耐用性 還蠻好的 然後體積也不大 因為 因為你如果在家庭使用 或是在辦公室使用 體積太大的話 講實在話也不適合 那它又 那它又可以移動 然後體積又不大 就是 剛好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當然 你像你如果說 說這個 裝在這個地上的話 因為 因為這個風扇在這邊 轉動 跟人會比較接近 所以 你如果能裝個這個保護罩是比較好 甚至還更密一點的保護罩 因為 因為有時候小孩子手指頭 伸進去就 就被風扇 風扇這個打到了 這樣就不好 我相信這個 炎炎夏日 如果能自備一個這個 大型的這個水連扇的話 應該 應該 對這個 降溫也非常大的幫助 那 不過在使用 水連扇的時候 我們在使用水連扇的時候 也是有些要注意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一個空間裡面 充滿了熱氣 那你是用水連扇的一個水 水蒸氣 應該說 說是 濕度 濕氣 來吸收 吸收空氣中的熱氣 那吸收完了 它還是在這個空間 這樣是不行的 吸收完這個氣要被排出的 所以你這個 這個空間裡面 要有一進一出 要一進一出 不是悶在裡面 你悶在裡面 那就沒有效果 所以 要進來 要出去 這個空間產生的熱氣 把它帶走 那因為我們空間裡面 有時候 屋頂熱氣下來 有時候我們的電腦 電燈 會在你空間 不斷的產生大量的熱氣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濕度 濕氣 水氣 來把這個 蒸發 因為 因為水 這個分子 蒸發的時候 它產生 它可以帶走 最大的一個熱量 就對了 所以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效果是 是 比那個用冰塊 冰塊來溶解 還好 冰塊來溶解 它消耗的這個熱能 真的是不多的 唯有水 從這個液態 變成氣態 這種蒸發 我吸收的熱量 是最多的 那希望各位 能善加利用水連散 這種特性 也可以解決能源 那也可以創造一個更舒適的一個 居家或是辦公環境 那以上影片呢 僅供各位做參考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試做一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